各位看看 他哪像是醫院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必須讓各位了解到就是說 因為美照累積20年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健康管理機構 我告訴各位 連日本都買我的know how 所以現在日本 最大的體檢中心叫做聖怒家醫院 這家醫院的老闆就是 這位今年98歲的日野原從民 他當年在2000年 帶著團到台北去參加 因為當時我主辦的2000年國際健檢協會 在台北的岩山飯店舉行 他帶著很多日本人到台北去看 看完以後 老先生到底是老? 老先生 有謀生算 所以他看完以後 2000年他看完了 他回到日本就把日本的Toshiba找來了 Toshiba應該在日本很大的一個場 找Toshiba的一個叫做醫療軟體公司找來 他說 他說 你馬上到台北去看一家美照診所 去看看人家怎麼做 我聖怒家醫院就按照這樣去做 這個Toshiba的這家總公司趕緊的 因為既然他交代可不能怠慢 對不對 馬上假冒這個美照的會員 混到我們體檢中間去做檢查了 其實美照有太多的機會 都是同行同業的人 假冒會員 但是再怎麼假冒都要去買會員卡的 所以 這很好玩的 所以我們常常會接待的好多 尤其我們在北京美照一開幕的時候 全中國幾乎所有的體檢中心都派人去 我們說照收 該交會的照繳 結果 他找了Toshiba 去了 各位 2000年 一直到2003年的農曆過年 這位老先生 帶著他的媳婦也是醫師 到台北來找我 他就直接講 我花了兩年叫Toshiba 他做事光明磊落的 他說 我花了兩年叫Toshiba去學你 兩年做不出來 乾脆你幫我做的 這個單子是他自己找我 我沒有找他的 真的 你要買單 到最後是人家要來求你 我幹嘛要去求人家 他自己知道這個東西 知意行難 知道很簡單 做太難了 所以他就來找我了 各位 我當年 平安靜講 也是一股勇氣 這個老人家 這樣瘋成普普的到台北來找我 說你幫我做了 這個話接下去是一定要說我接受啊 你要不要娶我 我當然願意嫁啊 對吧 哪有說不嫁的道理 但是說要嫁以後一身冷汗了 哇 人家日本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高科技 它的東西只有輸出 哪有是從外面去找弄化進來的 所以你知道嗎 我一講完以後我也冒冷汗了 但是對我來講 這又是一個考驗對不對 剛才跟我講過了 困難來的時候就是機會 所以我當時抓到這個機會 平安靜講 我當時啊 我帶著我的人馬到這個東京去 我們這位老醫師跟我下馬威 他怎麼跟我下馬威 我去的第一天 啊 他說 CK 我把我們醫院所有的醫師全部找來了 聽你演講 然後就把我帶到會場裡面去了 然後他就一樣 我站在上面 他就站在我旁邊 他說坐在第一排的這些醫師都是博士級的 我一聽我說好的考驗來了 然後反正上台了對不對 你沒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 你再有怎麼樣的恐懼 站到台上去 你的信心必須要出來 你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有信心 你的眼神所投射出來的 使人家可以接受得到 你把信心出來以後 所以我當時第一場的課 我一上去 一開始 從台上要被接受上來的時候 真的會怕 這個說了也不怕大家 這個大家必經的歷程嘛 對不對 所以上去了以後 我開始很有信心的 就開始講我的東西 各位 我知道我一開始講話的時候 所有的醫師 他都是用那種懷疑的眼神 在投射到我這裡來 我當然知道嘛 他們心裡面一定想 哎呀 這位95歲的老先生 是不是頭殼壞掉了 怎麼會到台灣去找一個 也不是學醫的人 然後讓他們 要集合我們所有的醫生 來聽他演講 聽他講課 這個成何什麼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 既然接受這樣子 我告訴各位 我那個信心就出來了 真的 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是那種磁場 你可以感受得到 他投射來的那種眼神 是充滿的懷疑 我回饋給他們的眼神 是充滿的信心 這兩股力量一交叉之後 各位 我上完課以後 當我走出去的時候 日本人 他給你最高的禮儀 不是拍手 那所有人全部站起來 然後鼓掌送我離開 所以這一幕我現在在我心裡面 回想起來 哎呀 多甜啊 所以 所以 事實上就是這樣 所以 美照的東西 我剛剛跟各位講 我們 就輸出到 日本去了 所以 講到這個地方 再回過頭來看 所以 美照的檢查 這個自動化的健檢 我還要再舉一個例子 讓大家能夠更具體的去了解 什麼叫做自動化健檢 我們這個自動化的健檢 事實上在台灣 事實上是早就出名了 但是一直到了1999年 在2000年的時候 大概是89年前 台灣大學工學院的院長 在台灣算是第一把的 那是學工程的 也是慕名而來 慕名而來之後呢 他就來找我 然後他說 哎呀 聽說你設計的這個自動化的健檢 我們想來參觀一下 我義不容辭 我就陪著他 走完以後 這位工學院的院長 就送我一句話 他說 CK 我真的是不需此行 我們看到了 這是一個最棒的體檢中心 他後面加了那一句話才是關鍵的 往往高手出招 第一輪就是你不要太高興了 第二句話才是重點 他告訴我說 如果你的體檢中心 再裝上輸送袋的話 那真的就是名副其實的自動化健檢 他這句話 我聽完以後 我認為他是在褒獎我的 因為 怎麼可能去裝輸送袋 但是顯然的就是 我所規劃出來設計的 簡直就是有一個輸送袋在 所以在這個地方再分享一句話 當時日本最大的體檢中心叫做PL 他的院長到台北來看我的時候 他一開始有點不太服氣 他說 我們是日本最大的體檢中心 一天可以檢查120個人 但是你每照對外講說 你可以完成一天180個人 他就想來親自領教 我這個人是來則不計啊 你來吧 你來看吧 我們是不怕人家看的 然後呢 你知道嗎 他一進來 我還沒有做講解的時候 他已經看懂了 就是高手過招 他就抓到我的手 他說 曹總 我佩服你 因為 我是認為說 我們 在日本 最高的產能是一天120個人 你是180 所以我沒有來之前呢 我以為你180個人進來 你的體檢中心好像是一個菜市場一樣 一定是很熱鬧 鬧轟轟的對不對 但是他一進來以後 發覺到不對啦 180個人進來 靜悄悄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 在日本呢 我們做健康檢查 都是每七到十個人呢 有一個護士帶著他走 就像各位如果出國旅遊 都有一個導遊對不對 怕各位走散了 拿一個旗子 大家跟我走 對不對 在日本到現在還是這樣 他們人多 但是都每七到十個人 有一個護士 然後就帶著走 他說 怎麼我來到你這裡 整個護士都不見了 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 他要下一站到哪裡去 都不要人家帶領 他說你到底在變什麼魔術啊 所以在這個地方 如果要講那個課 我另外再開一堂課來講 那個是另外的是有 因為 因為告訴各位就是說 那一套的系統是 我在台灣跟中國大陸都有專利的 因為我在現在全世界 我都去申請這個專利